新书快报 日本出现了一家小餐厅 这家小餐厅呢 它每天的菜色是固定的 价钱也是固定的 但是它可以让人打工换吃的 但它换的不是直接吃 而是换一张券 那这个券呢 还有一个特色 可以给别人用 那这家餐厅呢 其实有非常多创新的营业形态 最可贵的就是 我觉得它有几个 很不一样的一些想法 它把创业 行善的手法 还有跟人际关系 都结合在一起了 而且也激发了 更多无法预测的可能性 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未来食堂 我们为您介绍这本书 请到了启动文化的编辑 王成员来介绍 成员您好 哈喽 少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未来食堂 它的未来我想可能是 着眼于它有太多 很奇特的经营手法 那能不能谈一谈 其实我最开始 完全不了解这家餐厅 可是看了书以后才发现说 它还颇红的 它是怎么红起来的 这间餐厅 它其实开在 东京的神宝丁 就是大家熟悉的 就是很多 就是二手术的那个地方 那在东京 它其实也是一个商业区 它就在一个大楼的 一楼地下室 然后它是一个 只有12个座位的小店 那它其实 2015年的年底开幕的 到现在其实大概 刚刚好满两年 那因为这个店主 它在经营这家餐厅 开幕前 它就在经营一个部落格 在写它怎么开始 经营这家店的准备过程 那这个 等于在开店之前 它就已经累积了一些 就是关注它的 网友跟粉丝 所以它等于在开幕当时 就已经受到蛮多 就是网络上面的注意 那因为它采用了很多 比较不同于一般餐厅的 经营方式 那等于渐渐的也开始吸引到一些 媒体或是电视节目的注意 他敢在网络上公布 他想要筹备这个餐厅的想法 这件事情就是一般人不太会做的 没错 因为就是这个店主 就是小林世界小姐 他其实原本是一个IT工程师 那当然他想要开餐厅 他有一个过去 他自己的一些 就是背景跟原因 那但是他在准备要筹备的过程当中 他就觉得他想要用 记录的方式记下来 以及就是IT产业 他们是一个比较讲求 就是所谓的资源都公开透明 共享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他也觉得说 他在筹备过程中 他可能到很多餐厅去打工研习 他发现了日本的餐饮界 其实是很封闭的 然后不喜欢给别人知道 他的经营秘密的 那他会觉得这件事情 跟他过去的这个工作经验 是有很大的差距 那他觉得明明就是把资源公开 是这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觉得他要从他自己开始做起 所以他等于部落格当中 去写各种很细节的事情 然后甚至他开幕之后 他每个月都还是在网络上面公布 他每个月的成本跟营业额完全公开 甚至他的当初的创业计划书也都公开 然后他现在写的书也是都公开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做这样的决定 其实一开始讲公开的时候 我想说就是公布财务 可是结果我发现说 他有很多的想法 非常细密的 他的盘算 全部都在他的书里面 部落格里面全部都讲出来 那我们一开始有说 介绍这家餐厅有几个创举 这几个创举 其实我刚刚讲 大概是一个诗形的概念 可是他其实有个特定的名字 要不要介绍一下 应该说首先 刚刚就是少华有讲到 他是一间每天只提供 一种菜单的定时餐厅 所以你等于到店里 你不用花脑筋想 你要吃什么 做下来就有东西吃 然后此外还有几个 比较重要的制度 第一个就是打工换扇 因为他是一间 没有员工的定时餐厅 所以只要是来自家店 吃过一次的客人 你都可以跟这个小林小姐说 我想来打工帮忙 所以他提供了 每天有七个时段的打工时段 你来打工帮忙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免费的一餐 那这个一餐 你其实可以当下直接吃掉 你也可以就是 拿这张所谓的餐券 之后再来使用 然后接下来就是 因为这个餐券 而衍生出了 所谓的免费餐的这个制度 免费餐的话 就等于今天 我去打工得到一张餐券 我自己不要用 我也没有送给我的朋友 我可以留在店里头 贴在门外的一个墙上 只要任何人 你可能有需要 你身上没有钱了 你没有带钱 或是种种 可能遇到困难 你可以拿这个券进去 点一份定时 用这个餐券付钱 就等于有一个免费餐 然后此外还有一个 其实是他当初 第一个想到的制度 就是所谓的客制小菜 那因为这家店 他是定时餐厅嘛 所以他在晚餐的时段 他有提供客制小菜服务 例如你可能可以跟他说 我今天那个喉咙有点不舒服 或是我今天 那个拿到一个很好的case 我想要就是靠赏自己 我想要加菜 就是定时当中的配菜 他是可以另外帮你客制 但是这个客制是有些条件的 他会依照今天的店里的冰箱里面 现在还有哪些食材 你可以从这里面选两个东西 然后去跟他讨论你想要怎么做 他就有点像是真实版的生涯食堂的概念 那这个客制小菜 其实是小林小姐 开餐厅最想要做的这件事情 然后以及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乐捐饮的概念 乐捐饮的就是 这家餐厅他其实只有卖一种就是日本清酒 那如果今天你想要自己带别的酒 或是红酒白酒啤酒 你自己带来店 我都不会另外收你开瓶费 但是你要准备两倍的量 留在店里头 他可能会拿来入菜使用 但是多半他是等于留下来 让其他的客人可以享用 而且是免费的 免费享用 所以今天可能去吃饭的时候 很lucky 遇到有人刚好乐捐了 那个红酒一瓶 你就可以分到一点红酒喝 然后他是免费的概念 这个小林世界真的非常厉害 他讲的每一个点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我想外界可能会猜说 这样会倒 看起来没有倒 而且这本书的书名 提供免费餐的餐厅到今天都能赚钱的理由 没错 我觉得讲理由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这个作者我觉得他 不厌其烦的把他心里面的盘算拿出来讲 没错 而且就是我觉得就是他有讲到一个点 我自己觉得看完 就是在编辑过程中看完 我会觉得这果然是现在台湾蛮多 所谓创业的人都有缺少一个想法 就是很多人只为了我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去做 而没有去认真思考 我要怎么让这件事情让我可以赚钱 所以他在书中也一再的提到 他说就是他认为我做生意要赚钱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一定要先达到赚钱的目标 我再去另外延伸 我可能其他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还蛮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他厉害的地方是 我一开始有讲说他好像把几种 我们想象中不太可能联合在一起的东西给整合起来了 比如说行善 我们知道行善常常会碰到别人如果滥用你的行善 你会觉得有 没错没错 就是应该说就像这个免费餐券这件事情 其实书里面他也有写到 他就说他的发想的用意是 如果你可能有需要你可以用这个来吃饭 但是因为他的设想是我不需要你跟我解释理由 你拿了就用 他说因为有些所谓的行善的制度 你可能一定要对方很可怜 很需要被帮忙 他觉得这样子反而会让所谓的有困难的人 他其实是有压力的 所以他们店里的方法就是你就拿了餐券 而且他在门外 你拿下来了没有人会知道 你付钱的时候才把他拿出来 所以别的客人不会知道你是用免费餐券的这件事情 但是当然他就也遇到就是有客人每次都是拿免费餐券来付钱 他心里也是很矮 我想说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呢 但是因为他的利益就是 我今天就是做好了这种觉悟 不管是谁 就算有可能大家不是真的需要而来使用 可能只是因为报道觉得很有趣 真的免费吗 我来吃吃看 我也要接受这样的可能性 他说这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真的有可能有人因为需要而来使用的这一天 创新做法 其实我们以前没看过 所以你会面临各种的挑战 因为人心是会变的 没错 我看书里面就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 就是说两个朋友这样嘻嘻哈哈走进来 一个说我来试试看好了打工换扇 另外一个说你要这样做的话 那我也这样做好了 没有想到这个作者小林世界觉得 这好像偏离了 他最开始的设计 他本来是要帮人的嘛 可能有一半的人他来打工换扇的目的是为了 我想要靠我的劳力去获得这个餐券 让我可以帮助别人 那当然就会有人说 那就是那么多奇奇怪怪人来打工 你要怎么去删选啊 他说基本上就是他都会接受 除了像刚刚就是你提的那个例子 两个朋友来嘻嘻哈哈 说我要来打工 另外一个说什么你也要那我也要 就是很明显就是他们不是用一个很 真诚的恨物在面对 所以他当下是拒绝 不然基本上他都是接受了大家的申请 但是他有几个所谓的防范 你因为这样而使坏的一些方法 例如就是你要来申请所谓的 我要来帮忙的过程是有点麻烦 第一次你一定要来店里亲自跟他说 所以你是会面对面看到人的 然后如果今天这个人只是为了想要开玩笑 他还要特地去一趟店里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不符合成本的嘛 以及就是打工换扇的人 他都会用名字去称呼对方 例如王先生陈先生 他说一再一再的就是讲对方的名字 这件事情是会提醒对方 如果今天这个人真的是有什么不好的念头 他其实会被提醒到 他知道我是谁的这种感觉 那当然我觉得还蛮幸运的是 他应该目前为止就是来帮忙的人里头 是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人 当然也许会遇到真的没有办法 帮到太多忙的人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对他的就是所谓的这个制度的设计来讲 他说来打工换扇的人 其实都是多出来的人手 今天就算今天一整天都没有人申请打工换扇 他一个人也可以就是忙得过来 这是他的最重要的重心 他有提到说 他在看到这么多人的打工换扇的过程当中 常常会每一个人都给他一句话 或者是一个行为 让他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就是像这种收获是有好方面 也有一些就是比较是意想不到的 就例如他说可能像他以前不太会使用烤网 但是可能因为遇到了一些打工换扇的人 他可能过去的经验 国外居住过或是在意大利餐厅打工过 所以他也开始跟着他们学会用烤网来料理 他也开始会用这样新的所谓的料理的道具 然后也会遇到例如 请你帮忙我盛味噌汤 盛之前先搅拌一下 这样很简单的一个指令 请就是对方帮忙 就对方在锅室里面搅汤搅了五分钟 就是完全没有经验的素人 就也会让他理解他 原来我这样讲 如果是完全不懂料理人 他是会不知道这个意思 他也会从中一直去调整一些所谓的 他跟打工换扇者之间沟通的方式 要去把规则列得更简单清楚 任何人来 他可能就是个完全的素人 他都可以帮得上忙 所以在这本未来食堂里头 作者小林世贤女士 她其实还讲到很多很多的那种 我觉得像心机或盘散 他甚至说到说 他怕说刚来做的人不太清楚 所以他每一个餐具 每一个装食物的食具 都要用不同颜色 要搞清楚 不要让那个来的人 他一下可能会把透明的东西 结果是清洁剂拿来 没错没错 就是应该说 因为他的设想是 今天我的厨房里面 可能每天都会来很多不同的人 那怎么样让大家都可以 有效率又不出错的工作 那一个就是他要把很多东西 都是规格化系统化 像有人我就会说 你都用一些没有经验的人来帮忙 如果他们出了错怎么办 然后他就会说 他说我选择这个方法 我也有这样的觉悟 就是我要让每个人 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我该怎么做 那例如今天这个 这位打工者他出了错 那是这个我老板我要承担 那我就要去想说 为什么会出这个错 是我的指令不够清楚吗 或是例如像我的这个工具的摆盘位置 不够清楚会让大家搞混 他会去从中再去做调整 然后全部都打进 他有一个打工换扇工作守则 在他的网站上 例如今天如果你申请你要来打工 他会请你先上网 看好这个所有的工作守则 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 以后再来帮忙 所以他不是个冠老板 他是一个宅宅的 但是IT出身的 没错没错 他一切都是就是很善用 就是网路的这个 就像那个打工换扇 第一次要到店里面申请 他知道你是谁 之后如果你还想再来帮忙 你就可以用Facebook 或是用Google Calendar 其他方法跟他讲 然后他会全部跟你知道 他的对就是Google日历上 你都看得到 其实你现在上网 他们网站都看得到 接下来的这一周 每天的这个打工时段 有没有人去报名了 然后会是谁报名 都看得一清二楚 我看这本我也来食堂里头 我一直觉得好像他想的 每一件事情都超越我原来的想象 可是的确有说服到我 那我就想到说 其实他这本书里头 有好多那种人际关系 都是因为这样激荡出来 都不是他自己主动的 是 所以他客人就突然就变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这有 我自己看来 我觉得他也是有一种 吸引力法则的感觉 就是因为他的利益是好的 那他也没有刻意要去 凝聚很多的来一起做什么事情 但是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到 想要一起做这样好事情的人 而且他其实自己有强调 就是他并不是例如像打工换扇 他开业就是到写书为止 其实已经有大概四百多个人来帮忙过 那这些人他其实并没有把他们 组织成一个例如社群 而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个人 但是偏偏这些人 他们又可以一直好像 激荡出很多新的东西 就例如很多人他可能是自己想要开店 我先来这边学习 所以在他来他这边帮忙过后 已经也有人已经真的开店了 或是准备要开店了 那他可能会运用到一些 未来食堂他们的一些制度 或是想法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 就是所谓的延续的事情 在这本书里头 他有太多太多的实验性的做法 而且都已经可以在做 而且可以做得下去 所以我想如果您有兴趣要创业 如果您对行善 然后面对那些外人的恶意或滥用 你会有犹豫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看这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未来食堂 它的副标题也非常有意思 提供免费餐的餐厅 到今天都能赚钱的理由 那非常谢谢启动文化的主编 王成元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 谢谢你 谢谢少华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欢迎下一次同一时间 继续收听新书快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